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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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刘离婚 你说什么呀 他外边有人了 真的 你胡思乱想什么呀 老刘这个人怎么样 我最清楚了 你给他一百个胆子 他还不敢用人 他给你打电话了 看看你一身一鬼的 他干嘛给我打电话 我可没一身一鬼啊 那女的来找我来了 真的 女大学生 特别好看 他知道老刘有老婆 有孩子 没有钱 他无所谓 老刘怎么没有钱呀 他就从老刘的钱来的 他说了老刘没钱 他就喜欢老刘这个人 就要大给老刘 让我跟老刘离婚 我一想人家都来找我谈了 我应该怎么办 离呗 那怎么能离呢 你离得不是让他得逞了 那你觉得我不离的话 老刘会开心 老刘打个电话 你别给他打电话了 你看看看 离婚协议我都写好了 财产一人一半 孩子都归我 我全带走 我把孩子带到澳洲去 那边空气好 不像这儿雾霾那么严重 对吧 我觉得我带仨孩子过挺好的 自得自在的 干嘛受这份气啊 对了我今天来 其实主要就跟你说 这酒吧的事 我想了想吧 这酒吧 还是转让给你了 你现在没钱没关系啊 咱俩 咱俩什么关系啊 晓妮 我觉得这个事 你还是跟老刘好好商量商量 跟他商量什么呀方云 这个酒吧是我婚前财产 跟他没关系 不是说酒吧 我是说孩子 离婚是个大事 老刘他就是 有点这些问题的话 你也给他个改正的机会 离婚最受伤害的就是孩子 受伤害的是我 孩子那么小懂得屁啊 孩子要一个健全的家庭呀 我跟你说啊方云 如果是以前 我肯定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我不跟他离婚 但这一次不一样了 人家找上门了 人家逼我走的 逼你你就走吗 我跟你说方云 我没生孩子之前什么样 我现在什么样子 你看看我什么样子 我现在除了孩子就是孩子 我没有自我了 我要找回我自己 所以我就跟你说呀 你可以出来工作呀 对不对 老大现在已经上幼儿园了 你家里又给你弄了保姆 你干吗把这酒吧给我呢 你是老板娘你别忘了 我跟你说 我的存在感就是现在 我想回到我二十岁 哪怕回到我少女时代 哪怕回到我的小时候 我都愿意 我现在就不想过现在的生活 我已经决定了方云 这事儿 你甭劝我了 那我想问问这时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啊 我跟你说 昨天晚上我还梦见了呢 知道吗 梦 太真实了 老刘 小鱼刚从我这儿离开 我觉得她状态不太好 她要坚持吃了吗 是不是挺药了 你要不要带她再去医院看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米豪网的记者小薛 前两天美女主持人贾元在家接受采访 相机被抢的这个视频 已经在微博上被大家封转 大家纷纷发出疑问 这个神秘男子到底是谁 他和贾元是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出现在贾元的家里 今天我们又来到贾元的家里 为大家揭晓答案 来 快 媛媛不在 没事我们不采访媛媛 我们想采访一下那天抢相机的神秘男子 对 神秘男子疯了 对 对 这就是挺疯的那哥们 他也没在 没事 那我们采访采访您也行 对对对对 没事 您别紧张 不是不是 来来来 我们没什么采访呢 我不可以说呀 别紧张 阿姨 跟我们说说那个神秘男子吧 那个方乐是我女婿 是您女婿 她原来是一个健身教练 后来就不干了 那现在做什么呢 现在没工作 那创业做生意是吧 创什么业 无业 你们是不是觉得她不配我们家圆圆啊 没有 这个方乐是为了圆圆她爸爸才做的 才辞职的 其实那天你们来的时候吧 圆圆有好的话没跟你们说 那天 我们刚刚把圆圆的爸爸送走 怎么了 为爱 受处失败 这个圆圆和方乐 谈恋爱的时候吧 其实我是反对的 因为当妈的嘛 都想让自己的孩子 找一个条件好的 将来的日子过得也好 对吧 可是呢孩子大了 尤其是婚姻这个事 父母就根本做不了主 不过那个时候呢 方乐她跟我说了 她说那个阿姨 我没有啥本事 但是呢 我最大的本事 就是我这辈子都对圆圆好 其实当时我也不信 你说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啊 什么好听说什么 结了婚就变 没想到 人家这方乐呢 她还真做到了 后来她爸爸住院了以后啊 她呢就没白天没黑夜地在那守着 又是喂饭又是洗脸 我都没想到她这么孝顺 亲儿子恐怕都做不到这一点 可是我的女婿方乐呢 她愣是做到了 所以我在这儿呢 请你们和观众呢 理解理解圆圆 也理解理解方乐 那天呢 确实有特殊情况 那我就在这儿呢 跟大家道个歉 跟大家道个歉 同主任 很高兴您在百忙之中 接受我们的采访 跟我们说说 您对好人方乐的印象 她可是个好人呀 我在医院工作这么多年 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患者家属 孝顺 踏实 肯吃苦 当初啊 就是方乐 天天背着贾元的爸爸 这楼上楼下的 都呦 找老公都找这样嘞 您好 您是来绑绑车的方先生吗 对对对 好嘞 您把钥匙给我 方先生看看车 我随随随便看看 全新的克鲁兹 这就是那新的克鲁兹 对啊 这车买另一个2.0系统 有三个特别出彩的地方 双屏互联系统 云服务和智能语音 这车还有安静星导航啊 您要是在外面遇到 什么特殊的情况下 按一下那个应急按钮 救援马上就到哪儿呢 您上车看一下 来 这是低品 高费上就在这个位置 对像这个 救援就来了 来 您见了 他买关就行了 来 方先生 您孩子多大了 十七了 十七 对对对 妈 要得早 要得早 我跟您说啊 现在这国家的二胎政策都放开了 是 您可以升个老二吗 我们这个车上 后面安全座椅 就是专门配备有那个 ISO fix接口 行行行行行 到回头 我决定要升老二 我都过来买这部车 你随便看看 这车啊 省油海 加行全能坐 不是吧 我跟您这么说啊 您买这车绝对无潮所致 双屏互联系统 云服务和智能语音 这车还有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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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们这把主车 您哪个车 您的车 徐先生 徐先生 求问几句啊 你跟建伦没什么关系啊 你跟建伦没什么关系啊 徐先生 叫什么名字 求问你两句 徐先生 不是不是 我去 就跑了快点 回 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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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么啊 好不容易上电视漏个点多好啊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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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跟做贼子似的 能怎么回事啊 别跟他颤颤了一会儿 那天我跟媛媛和她妈 把她爸发送走了 回她家水还没喝人一口呢 就接她们台里领导一电话 说台里给媛媛搬了什么奖 还约了好些媒体 要给她做采访 这花园还没落呢 这一大帮子挤着 乌洋就冲到人家门口去了 就要是进来就就 等会儿 没人 就要堵到咱们家门口 就让人发表什么祸奖概念 帮你想想 咱但凡是一正常人 家里出了这么大一档子事 这时候让你发表什么祸奖概念 你这不戳人心窝子吗 哪有这么干的呀 我当时也没想多 一时冲到你们都呼去了 谁要闹你惹这么大一事去 袁袁她爸去世这事 袁袁没跟单位说呀 她妈不让我说 说怕影响她工作 什么影响啊 那亲爹都没了 还什么影响啊 是人重要还是工作重要啊 不是 袁袁她妈这人呢 我跟你说就是不尽人情 老贾这辈子算早了没了 我跟你说 一个男人成功与否 关键不是说在钱多钱少 关键就在你找什么女人 我头一次我见着袁袁她妈 我就说完了 坏了 我儿子摊上这么个丈母娘 这辈子没好日子过了 你看怎么样 我跟你说 就你这么照顾袁袁袁她爸 她妈也不会有好话 这您 那您跑什么呢 你跟人家说清楚不是就完了吗 我 我说得清楚吗 那么多记者那么多张嘴 我就一张嘴 我跟人说什么呀 我说我是贾元什么人啊 男朋友 老公 前夫 司机还是保镖啊 我说干嘛的 我怎么跟人说清楚啊 对对对 这这这这不能说 你说到店上一放上那 说什么的都有 特别是咱们这胡同里这些人 本来就觉得呢 你跟袁袁不配 到时候听说你离婚了 那肯定让人觉得 是袁袁一脚把你给垂了 话说来爸 你说这袁袁那工作啊 那这时候如果让记者们知道 其实贾元早就跟他老公离婚了 然后他前夫 还一直尽心尽力地伺候着他爸 一直给伺候走 你得传出去 这袁袁以后啊 他还咋够工作呀 你说你们这啥话 走得走 离得离 散得散 坐得坐 就咱们家这点事 都快成了胡同里人的下酒菜了 我刚一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不知道哪个孙子 就把我这电话号码人肉出来 都给我贴网上去了 我这电话你 你看现在车上热线了 现在还真的 我不是不接您电话 这是我谁电话都不敢接这会儿 哎呦 你算出了名了 我也跟着你臭名远远啊 爸你 您受委屈了 你说我这跑了一上午 跑饿了 您做饭了吗 做什么饭 咱们急着你就吃饭 不是 对了爸 那个您千万留意神啊 回头别那个记者再找着您 您可千万不敢瞎说 就我跟袁袁离婚这事 你可千万不给说说去 他 他们还会找我呀 当然了 您想我这家号码他们都能找着 您是我亲爹 找不着您 我真服了这帮记者了 人家 一个个都赶上游击队员了 赶上真差兵了 找我那我说 说什么呢 您给他们唱京戏 说快板什么都行 就是别说我和你家园那事 记住啊 他呢白天晚上天天在那守着 又是给他把洗脸洗脚 做饭 喂饭 他做的真是 我都没想到他们这么孝顺 亲儿子恐怕都做不到这一点 可是我的女婿方乐呢 她做到了 您夸方乐这些话 是真心的吗 当然是真心的了 媛媛 媛媛 你爸在的那段日子吧 我也想通了 其实一个男人啊 最重要的 是要对你好 你说人家方乐 我那么挤得他 说他 骂他 可他该怎么孝顺我吗 还怎么孝顺 他真的是个难得的好男人 要不然 你俩复婚吧 您说什么呢 我就想 要不然你俩 我们俩已经离了 离了怕什么呀 再去把手续办回来吗 你跟我开玩笑呢 这能开玩笑吗 媛媛 妈妈是女人也是过来人 我知道 如果这个人呢 你不爱她 她就是对你再好 对你爸妈再好 你俩都不可能走到一起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这甘蔗没有两头甜的 一个事业型的女人 她的家庭一定是不如意的 你说你 这么长时间都熬过来了 你要是放弃了 那以前受的委屈 不都白受了吗 我觉得 你俩要不然试试 试什么呀 我刚离婚 你又让我去复婚 你让别人怎么想我呀 我拿婚姻当人戏呢 想接就接想 离就离呀 可是你现在 如果家庭稳定了 对你的事业是有利的呀 你说你这些粉丝 他们要是知道你离婚 他们多伤心哪 他们伤心了 他们就不喜欢你了 他们不喜欢你 那你的事业不就完了吗 骂我这人做人是有底线的 我宁可自己身败名裂 我也绝对不会去利用别人 漏房 这把门还管 你说这 漏房这名哭得很 我跟你说 他我有私情啊 一撞接着 一撞纵母又停过 你看 防了这血闻一包到 还有发生事情 啥事啊 肯定是离婚 离婚 你说 我房里跟她 我媳妇结婚几年了 你看她 儿媳妇回了个季婚 你没看上过 对呀 她把成年给她说 我私情 儿媳妇忙 单位私情的走不开 我是拖辞 对 我实在肯定 我跟你说 我证明啥 证明就是你 这个儿媳妇做不开上这个房子 对不对 前两天 媒体采访她 我儿媳妇 你把我房子也拍上了 做还没人认得她 这说明啥你 说明她媳妇在公开唱和 就没有承认她这个房子 是她丈夫 你看前两天啊 你说我老房也只得 我几个儿子回来了 老房高兴的 又是拿酒 又是卖肉 我肯定是婚的不好 我才回来了 你婚的后来 谁回来了 对不对 我有啥儿子 我摸上娃的时候 老公寄钱呢 我那会儿骂他 你可寄钱做啥呢 你哪钱小顺啊 那现在一向 这些比那个坑爹坑妈的 那个娃 不知道抢到那儿去了 对不对 这话你可别让老房听见 不然他跟你提 可不怕他 那俩我管你 是老伙计的 对不对 这儿子我是抢了 你看 我踩准了吧 你看 别提了 大爷您好 您好 您好大爷 问一下 这位是丰热家吗 丰热萌在这儿住 他爸仿大同在这儿住你 太好了 我们想采访他一下 后世情嘛 走走走 来 我给你一路 来来来 谢谢您 谢谢您 我让老伙计的 仿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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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死受你 你 什么事啊 哎呀 俩没记忌着来采访来的 大爷 真是你带来的 哎呀 你可打得没我功能吗 没错 他阴不得 不是 你是不是看热闹 不嫌事大爷 风热不在 没事 大爷 风热不在 我们采访您也行 对对对 您把门先开开吧 对对对 大爷您好 大爷大爷您好 大爷您好 不是你们采访我干什么 您是 风热的父亲哪 我们想采访采访您 是怎么把风热教育得 别这么孝顺哪 对没错 哦 来 进来吧 走 谢谢大爷啊 来来来来 你帮钱走 你帮钱走 来来来来 我们家有仨孩子 老大呢是搞艺的 老三呢是搞音乐的 哎 你别看方勒长的那模样 哪里也有微细泡 打小时候说向上 说快板 唱针跳舞 唱听剧 什么都会 当然了 这也我经常也跟他们说 要懂得文化 咱再说说您这儿媳妇 甲圆圆 圆圆她是学历高 工作上呢也出色 才跟她长得好看 跟天仙似的 不像我们方勒长得跟妈雷子似的 有时候我就琢磨 哎呀 我说她要是给我生一个孙子 这要像她妈还行 这要像方勒 那就完了啊 但是呢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陡凉 哎 你别像我们方勒长得那样 人好啊 对不对 老实 忠诚 厚道 孝顺 要给圆圆 非她不嫁呢 当年 圆圆是偷瞳瞳瞳的背着她妈 把货本拿出来 跟我们方勒登记的 哎 大小子 方勒在这儿 快来 快来啊 方勒行 方勒行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能说两个方勒吗 方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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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说说你和贾元伺服老爷子 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 好吧 什么心路历程啊 你哪没听啊 心事 好啊 不是你 你没有老丈人啊 你老丈人有一天 通常办交跟前去 告诉你 说我自个儿得癌症了 没几天了 需要你陪带出去玩玩去 你不去啊 那什么破问题 那别问了 那你有什么细节 或者故事跟我分享一下呗 细节故事 你们不都调查门清了吗 陪老爷子玩 陪老爷子吃 陪老爷子说话 谁想没个病人啊 病人这时候不就是需要陪着吗 贾元公怎么他妈 我岳母身体又不好 我们家就我这么一闲人 我不陪着 谁陪着 哎对了 哎你 我那电话号码是 你们哪个孙子给我放碗上的 缺德不缺德啊你们 啊你们谁啊 赶紧我撤下去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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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岳父 在伺候岳父的这段时间里 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我岳父 是我亲手背进手术室的 可是我没能亲手把他背出来 方先生 方先生 咱们最后一个问题 你俩不够孩子是不是 还能够讨论吗 方先生 方先生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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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您说 今天 今天 今天都算了 老爷子您再帮我忙 你上天安静一会儿行不行 你都伤得过程度了 你还能够跟安静一会儿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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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会儿行 行 行 儿子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行 行 爸 没事 就您歇着 我笑你 你没有老丈人啊 你老丈人有一天 突然问就跟你调去 告诉你 他也说我自个儿哥癌症了 没几天了 叫你陪带出去玩玩去 你不去啊 什么破问题 什么才是真的 那有什么细节 我哥这样才是真的 那有什么细节故事 你不能调查门亲 男人中的楷模 男人中的战斗机 你看 离婚之后还是正有担当 你 你什么意思啊 我 我也挺有担当的呀 你看 你看 就咱隐婚这事 就这么长时间了 对不对啊 我谁都没跟谁说过 那精灵呢 这都翻篇就别再提了 我再给你翻回来 翻来翻去的 你不累的话 我上次跟你说那个婚礼的事 你考虑的怎么样 你不要 怎么了 我这耳朵又耳鸣了 行了行了 不提这事不提这事了 好吗 你说什么 立马就好了 就是我问大姐了 大姐说你这人工耳窝的手术 很快就可以做了 到时候啊 你就可以什么都听得见了 那还是等手术成功以后再说吧 万一要是手术不成功 你还能多一条选择 你胡说什么呀 我有什么好选择的 我跟你说别说你一只耳都听不见 你就全身上下都听不见了 我对你还是不离不弃 干吗 你不相信啊 你觉得我不相信 你笑什么 我谢 谢 杰媛媛好 两个字那真好 好好笑 好 哪其他人有武患啊 好 Abraham 杰家呢 Т 你到底怎么想的 是不是想借人贾元上位 你看爸 说你什么国民女婿 真敢吹 你怎么不拦着他点 姐 咱们爸好好也跌着一次 夸夸的机会 不是工作人 咱们三十大几了 咱们爸一共夸过机会 哪忍心拦着呀 我看你是居心不良 你说你是不是贾元上位 那元元怎么想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俩有事怎么练着呢 打电话找他去啊 我问他号删了 他问我号也删了 我们俩说好了以后 除非在大街上碰见 谁也不说东南市 我给他打 你打吧我有事你走了 你等着你 谁呀 来 又喝了 没有 不是说好我帮你送饭的吗 吃上干面面了 坐 你的辞职报告我给院长听上去了 院长已经拼了 我说呢 难怪找邦婷找不着 我正转为再写一份呢 老秦 你看看你 你现在这字都写不了了 你还能当医生吗 这 这都是临时性的 又不是一直这样子 偶尔会这样 那你只要不借酒 你就会是这样啊 院长觉得很惋惜 咱们俩都是他的学生 都离开了 而且觉得你离开医院 是对医院的一个损失 你说你好像现在正当年 是做主任最好的年龄 你就那么自暴自欺了 人就废了 说实话 如果不是你帮我浇上去 我可能还真没这个勇气 我知道 你说你考上医学院多不容易 多苦啊 这好容易熬到今天 何必能挠起 行 不说了 不说了 至今 你看你手懂得 嗯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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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不 不用啊 这个不是这个行 行 王爷 再给我喝两个 喝两个就不逗了 真的 老秦 你知道我那天来的时候 你那什么样子吗 抱着马桶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真的 我知道佳佳走了你很痛苦 那你也不能这样自暴自弃 你给佳佳打电话了吗 停机了 我就换号了 我过去可能都是命吧 伤害了你 接着就伤害她了 那你现在没工作了 打算怎么办呢 好不容易 不招就晚五了 还不给自己放个假 你呢 我好办呀 我照顾我的酒吧 我最近准备搬回家住 照顾我爸 已经年纪也大了 是 应该的 应该的 怎么会有事 跟老公的一半 都不招待了 你已经年纪了 这事了 很不复价 你没有人身上 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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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说工作的事情 现在 我废了 什么都没了 以前觉得一个人废 你是一个 特别庞大的一件事情 但你现在突然觉得 我这就是一个废人 其实不光是你 每个人都是病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过不去的坎 宝月 你说实话 我这个人是不是很懦弱 你现在让我看到了你懦弱的一面 但是我原来不这么认为 我原来觉得你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很可以靠得住的人 自从你喝酒以后 你就彻底变了 变得连我都不认识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清算术了 你找谁啊 我不找你呢 你说什么 我不找你 我找上北京 你 你是谁啊 我爸的眼光阴越来越长 帮我拿一下行李箱 我听听 外面空气不好 把没关用好呢 尚伟经呢 他上班去了 我给他打一电话吧 先别打 我们俩先谈谈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 我叫May MAY 很高兴认识你 坐吧 我们俩是第一次见面对吧 是啊 那你觉得你这么做礼貌吗 你跟尚伟经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有几年了吧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你问 是尚伟经把你给骗了 还是你把尚伟经给骗了 你今年多大呀 我今年十二岁 那你妈妈有没有告诉过你 当年是你妈把你爸给骗了 还是你爸把你妈给骗了 他们俩是真心相爱的 我是他们的爱情结晶 你爸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千万别相信尚伟经他说的话 我妈说尚伟经这个人 心口不一意 那你得理解你妈妈 她跟你爸爸离婚了 说她几句坏话也是情有可原的 那如果尚伟经跟你离了话 你会说她的坏话吗 我们俩好着呢 她当时跟我妈也好呢 现在还不是照样离了 你们俩生孩子了吗 没有啊 我妈说了 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 最好的表达方法 就是给她生一个宝贝 你妈可真会生 这个我已经替你们考虑好了 我不想要弟弟妹妹 再说你生的孩子 也不是我的弟弟妹妹 我回来了 你在干吗呢 也不撒花欢迎 有没有想我 没事 梅姐 她一会儿自己就醒了 又要失忆了吧 上北京 醒醒吧 醒醒吧 该醒了 那我说不醒吧 这怎么了这是 梅梅 梅梅 我 我这不是做梦吧 梅梅 这是怎么回事啊 梅梅别叫 回去 梅梅 你别闹啊 梅梅 梅梅 你别动 这只狗叫什么 上北京我问你 它叫什么 它 它碰巧了 也叫毛毛 怪不得 有了那个毛毛 就不要我这个毛毛了 你也叫毛毛呀 我本来就叫毛毛 它凭什么叫毛毛 我就叫毛毛 它凭什么叫毛毛 不一样啊 宝贝 这 这完全不一样 上北京 我在你眼里 我是不是还不如这条狗 没有 孩子 我妈跟我说了 说你又要结婚了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代表她 来祝福你们 爸 你眼光挺好 阿姨长得真漂亮 我该说的都说了 送我回酒店 别走啊 先生您好 请问是你二位入住吗 对 我跟我女儿 一个人我自己住 先生 那个未成年人儿童入住呢 必须要由家长陪同 是是是 那当然 我知道 嗯